看最近内阁改组声浪不断 那么各界呼吁认为这个财经内阁应该要洗牌 不过根据党政高层套漏 因为这个欧债的关键时刻 所以在第一波的内阁改组名单当中呢 财经内阁是暂时不动 但是最新消息 驻美代表呢 目前确定由金普松来接任 而外交部长由驻欧盟代表林永乐出现 另外呢 由于这个国安会民主长胡威甄将去职 预计是由驻美代表袁建生接任 至于前外交部长杨静天 转任总统府秘书长 而国民党秘书长是由曾永泉担任 最近一次露面 大谈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不过这些快乐日子恐怕过不久 传说马总统最幸运的金普松 将在绿营岛阁掀起的内阁大班峰中 接任驻美代表 曾经说过不入府不入阁 但店价涨价引发的民怨 马政府面临上任以来对待危机 金普松这位马总统的好朋友 关键时刻重出江湖 显示马总统在钓鱼台争议 越演越烈的时刻 打算从外交体系进行改组 连外交部长都换人 做做看 曾经担任外交部长务次长 国际组织司司长 熟悉国际事务 据说去年回台健康检查 就曾经被约循接任外交部长的意愿 至于卸任后的杨靖天 则传出要转任总统府秘书长 外交两岸人士率先异动 不过同时间国民党中常会上 马总统谈的却是电价还涨政策 似乎也在预告 财经内阁将是下一波改组目标 金建会首当其中 改组有点点要下台 你怎么看的 我谢谢他们 我尊重他们的一些行为 被点名列入留校查看名单的 除了金建会主委 还有经纪部长施言翔 主机出出长石宿梅 和老委会主委王如玄 只是从目前确定的 外交两岸人士一东看来 马总统还是习惯用自己人 改组幅度或许不小 但都是换汤不换药 这群马总统最吸烈的幕僚 能替政府带来多少正面效应 目前为止恐怕是问号比惊叹号 看要多中心理王这次开辈采访报道